請問一下你的三尾嗎 321 233 大家都說他是假的 我現在來親自驗證 天啊很軟耶 到底誰說你是假的 來我聽 就是網友 網路上一堆還說什麼 他是專業醫美人 這絕對是假的 我真的還考慮說 我要不要去拍X光片出來驗證 要愛愛要愛愛 哥哥我要你的愛 要愛愛要愛愛 請你千萬別離開 欸蠻可愛的啊 大家一直敲網林鄉 啊就來了咩 我們其實前面約了很多次 然後就是一直約不到 終於這次約到了 接下來我們要問的問題 都非常的辛辣 你是可以接受的嗎 可以啦 我沒有什麼不能聊的 天啊 因為我的事情都很公開在網路上 我跟你講我自己也很想要 就是跟林鄉來聊聊 因為剛剛以萱第一場的時候呢 我們有查他那個危機百科 但我查不到你的 我沒有那麼想關心我吧 粉絲們可以去幫林鄉 弄一下危機百科嗎 欸很緊張嗎 不會啊 那我可以問你現在今年幾歲嗎 我今年下個月24歲 是從幾歲的時候開始 就是自己獨立出來工作 然後賺錢 我16歲就開始在火鍋店打工 怎麼每個人都在火鍋店 可能火鍋店特點就是 沒有在那麼怕虛的 宇軒也在火鍋店 我也在火鍋店 阿林鄉也在火鍋店 我第一份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是剉冰店 我跟你講我第一份工作 其實真的是剉冰店 真的假的 我剉冰店是要去銷芋頭那一種 我那時候不知道芋頭會讓我皮膚發揚 我就削一削到芋頭皮 只要黏到我身上 然後我那天就是養到爆 所以我發的來賓都是刻骨耐勞型的 其實我跟林鄉認識超久 有些人不知道啦 我們高校制的時候 對所以我是在我裝進的時候 我18、19歲的時候就認識林鄉了 他那時候就是16、17歲嘛 應該是 超級久 超級久 整個學生生涯 現在甚至還不熟 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 而且我們比其他啦啦的女孩 更常接觸是因為你知道 他其他用 對 常遇到 那是可以講的嗎 就我蠻必會在節目上 或網路上講這件事 我怕大家會覺得我在消費他 所以我真的很避諱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團體 我就是要消費他 嗯 那你看到我的時候會不會想起 過往去呢 不會啊 那覺得有像嗎 微像 我覺得你們這個臉真的像 我覺得是雙眼皮吧 你的眼睛跟雙眼皮 就我明嘴的時候 被講孫生前女友比較困擾 還是 黃潔比較困擾 其實我都不困擾耶 我不知道什麼粉絲都覺得說 大家不要這樣講 但我真的覺得還好 因為孫生前女友是事實嘛 黃潔的話我真的覺得沒差耶 因為他也有粉絲啊 就是因為被叫黃潔之後 人氣比較高 而且黃潔也是漂亮的 對啊 他是高雄藝人 所以你兩個都沒有很困擾 我真的都不困擾 只是粉絲都很生氣說 不要再教林像這個了 其實我內心真的不會覺得很生氣 或是感到任何困擾 欸那他其實蠻隨和的耶 你是什麼星座 處女座 所以說就是比較認 他會很認真 然後會很像糾察隊長 我是認真魔人 就是我很容易的 處女座很愛念 對很愛碎念 可是我不念不認識的人啊 他只念他身邊的愛人 我跟你講 焦凡凡也是處女座 焦凡凡真的也是很愛念 對吧 我跟焦凡凡個性真的有一點像 但是他們是為了你好 對我們真的是為了你好的那種念 當初怎麼會想要來參加啦啦隊呢 欸其實我最小時候的一個夢想 是想當悠悠台姐姐 你不覺得跟啦啦隊有點像嗎 我也是耶 真的假的 這樣我很喜歡小朋友 我也很喜歡小朋友 而且我喜歡跳 而且穿一些蓬蓬裙 然後很歡樂很開心 對對對 然後舞蹈很簡單 放球啦啦隊好像等級很高 然後後來我開始累積一點能氣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我是不是可以嘗試看看 然後我就跟我經紀人說 那就剛好說 他認識Stanley 就是我們的經紀人 得知說你們有那個海選活動 對 然後我就去參加了 我也是因為這個 然後很認真準備表演 然後被選的 所以也不是什麼 內定 因為網路上常喜歡說 等一下就是冷氣高啊 被內定 我跟你講 她是真的很認真的一個女孩 像她每次去練舞的時候 她都是會提早 然後可能去練習啊 然後什麼的 酸民 酸民 不要在那邊一直贊面的 拜託 請問那妳進到啦啦隊的時候 妳有沒有跟想像中不太一樣 我覺得想像中的不一樣 是因為我是一個喜歡 把事情準備好的人 可以把表演端出來 啦啦隊很多都是考妳臨場反應 我跟你講真的是 這真的是很可怕 而且 可是處女座我會很慌 對 因為我們的舞蹈真的太多了 超多 我們光應援曲 光中場開場 我們就要跳 她算還好 因為我們從以前到經歷 現在這樣子大概有200首以上 但她剛進來就已經要學了 100首 差不多 對 你今天音樂下什麼 你就要想到 這首歌是什麼 因為林鄉有發很多神戀嘛 所以我們的 即席反應你們應該都很棒的吧 應該是蠻棒的啦 還行 必定都加入一陣子 要做人想幹嘛 啊 哎喲 就是頭有跳到 阿神正那 欸很可以耶 很厲害的耶 有整齊嗎 有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左右 要偷瞄 我們要看著前面 然後用余光偷瞄 妳身材這麼好 在跳運的時候 胸前會不會感受到 強烈的地心引力呢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從小時候六年級 就開始發育 而且我那時候特別喜歡 運動跑步類型的東西 我是田徑隊的 我可以問一下妳的三尾嗎 321 23 324 我已經用了蹦滴 三背後 還是沒有 沒有她這麼大 大家都說 她是假的 我現在來親自驗證 天啊很軟耶 到底誰說妳是假的 來我聽 就是網友 網路上一堆還說什麼 她是專業醫美人 絕對是假的 我真的還考慮說 我要不要去拍X光片 來出來驗證一下 怎麼了 就是 嗯 這首 海盜海盜 那我覺得這個好好玩哦 我是不會哪一天 我先帶一個藍牙喇叭去你們酒吧 我會不會聽到你這個 勇敢樂天 這個音質比較好 我當初認識你的時候 你只是一個學生妹而已 後來你是怎麼轉型 變成這麼不辣 家一個人其實都很開明 所以他們從小都沒有教我說 什麼很保守還是幹嘛的一些行為 所以我爸媽就不怎麼在管我的 而且我媽還會說 你身材那麼好去拍一點內衣行路 你媽反而支持你 就是她覺得我身材好到說 你去拍一些內衣行路 那內衣會賣得很好什麼什麼的 我們家就完全沒有避諱就是露身材 而且我以前也是穿著小背心 就是走來走去 我不是因為矮露 我只是因為我沒有意識到 這叫露 對 所以她一開始不知道她自己身材這麼好 是別人說 林香你身材好好你才知道說 原來我身材這麼好 對 我才知道原來我是身材好的那一區 真的欸 好難過喔 下一個 那你在拍攝寫真的的時候 有什麼深刻或是有趣的事情嗎 有一個主題是馬 我坐在上面 而且我是坐那個沒有馬鞍的 我有看到 那個很漂亮欸 因為為了畫面好看是沒有馬鞍的 所以就是你核心要很出力 就因為它沒有那個彎彎的讓你踩 或是坐著撐著 結果那個馬 一直彎彎要吃草 嗯 它就是很失控一直在吃草 我就一直要從上面要滾下來要滾下來要滾下來 我就一直hold住hold住hold住 所以後來有跌倒嗎 沒有 倒是沒有跌倒 最大尺度 最大尺度應該是烤肉 那個在網路上也有很大的迴響 拿烤肉醬然後刷地的屁股 你真的很猛欸 可是重點是 等一下製作人想看對不對 不是 我現在是一個問號 怎麼樣的情境 我可以看嗎 可以啊 來囉 幹 超屌 小優 這個很屌欸 等一下 小優給不給過 那你身為學妹呢 學姐有給你壓力嗎 我覺得完全沒有 我覺得大家都好照顧我 是不是 我一開始會覺得會有那種很重的學姐學妹字 完全沒有 然後我也不太敢問問題 就是我可能在默默練舞的時候 就會有學姐關心到 像你這邊跳錯應該是怎麼樣 就是我連默默在旁邊坐 然後他們就會默默的 用你們的方式在照顧我 對 因為我們就是不會去搞一些什麼小動作 還是什麼的 或是學姐學妹字 真的完全沒有 我都直接跟她講說 欸 你有什麼需要幫忙 你要記得跟我講 我比較害 就是比較悶韶一點 比較悶韶一點 你要怎麼解決不會跳舞這件事情 你怎麼覺得 其實比蕾拉會跳 因為我之前有跟你們有練過一段時間 對 她跟凡谷的女孩有一起練過 跟瑞絲 然後蕾拉 孫生我 培根嘛 有培根嗎 一起練舞 然後是Nike老師教 那時候在旁邊學很好欸 對啊 然後旅動蠻好的啊 我覺得你是因為 出自於緊張 跟太多不認識你的人 太多焦點都在你身上 所以你會放不開 大家其實是有天分的 而且他很努力學習 為什麼製作人一直在旁邊切切實 他這一個系列的寫稱 他那一張真的是我覺得 就是給一個很高分 但是我覺得 跟他的影片比 所以你在看影片 我們現在在看影片 很屌 所以是有信用的感覺 這個有 他這個真的 讓我想到 你懂嗎 你懂有沒有有沒有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 又沒有想到 林鄉在鏡頭前可以做網拍 欸大家真的要去買 這個值得買 不要再看到版的 不要再去 有到版的喔 就網路上超級多的人在傳到版 但到版沒影片 想要問一下 你在事業上 有什麼目標想要做呢 其實我覺得 欸你知道我也是跟你一樣 斜幹很多事情嗎 怎麼說 我現在也是網拍模特 對我也是啦啦隊 通稿嘛 又直播 然後我有自己在賣 賣東西 喔你在賣什麼 我就賣 可能賣一些我喜歡的東西 然後跟廠商談價錢 然後就是 自己包或自己出貨 就演藝圈方面 我是希望可以做到主持 因為我覺得主持可以 長久 對比較長久 而且還可以認識不一樣的人 在啦啦隊 跳舞很開心沒錯 但是會一直會有很多女孩進來 所以如果你今天練了一個主持的話 你可以之後走長久的東西 那你最喜歡什麼 如果是拍照跳舞跟 唱歌有嗎 我超喜歡唱歌拜託 因為有人會說 你想要唱歌手方面嗎 我完全不行 完全 他已經是沒有聽過我的歌聲 我完全不行 是不是啊你可以唱歌嗎 可是我 要愛愛要愛愛 哥哥我要你的愛 要愛愛要愛愛 請你千萬別離開 欸蠻可愛的啊 是不是你剛剛很想聽的那一首 這首歌到底多紅啊 超紅的啊 他在抖那一圈很紅 他是抖那一圈 我要去練Negas歌 叫做要愛愛 要愛愛 各位乾爹們 講話我要愛愛 最後一個問題 好 請問香一開始進球場的時候 有遇過酸民嗎 通常遇到酸民的時候 你都要怎麼排解 欸其實我剛剛加入拉州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那麼多人討厭我 因為我上次靠北清楚 你知道一排酸彩全部都在講我 我嚇傻了 而且我那陣子我每天都在哭 我每天都跟我家人說怎麼辦 我為什麼都那麼多人討厭 我就是他們真是罵很兇 那你怎麼排解的 我就是一直哭完之後又繼續努力練習 再哭完又繼續努力練習 自己排解 而且我也不會上網去討牌 而且我也不會跟朋友就是講我男 不過我只能自己在家裡 欸所以妳說的是不是都亂在心裡啊 對 討厭妳的是男生女生嗎 我覺得都有欸 其實也有很多男生討厭我 還是因為妳跟孫生在一起過孫生不討厭 欸想說靠腰咧 我的林鄉怎麼會跟孫生在一起啊 大家都知道D卡上面有很多正反兩方的一個意見 然後妳比較少去正面回答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問妳妳願意回答這些 網友們嗎 我可以啊 那因為我今天不是準備題目 我就直接打開D卡 然後打上妳的名字 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 男生愛看女生穿搭Youtube分享 喔第三個 就是林鄉 欸我可以問一下LOOTBOOK到底是什麼嗎 LOOTBOOK就是一個拍穿搭的形式 一刀未剪的 直接在妳現場面前直接穿搭 所以妳完全沒有馬賽克那些嗎 沒有啊 林鄉她之前有拍一個就是LOOTBOOK穿搭 留言律不是出來的 欸她大家都欸 欸製作人我也要拍 我之前有跟妳提過妳說妳不要 林鄉自從加入樂天女孩IG粉絲直線上升 現在快追上QQ了 想知道大家比較喜歡QQ還是林鄉 妳對於這個朋友的回應是怎麼樣 其實我也很喜歡 我超愛她的 我是她的粉絲欸 妳們拉拉隊每個女生 我在我還沒加上之前 我就有在關注拉拉隊 下一個 第一次知道林鄉 媽呀她也太辣了吧 裡面全部都是林鄉身材好的影片跟照片 看她的現實動態覺得人蠻可愛的 不會做做討厭的那種類型 身為女生也覺得很喜歡她耶 而且好羨慕她的身材喔 不知道有沒有女生跟我一樣 會想要買她的寫真來收藏 所以妳也是有很多女粉的人 就好像是最近加入拉拉隊之後開始有 可能形象開始變得比較健康之後 而且很多女生就是我加入拉拉隊之後 開始就是說 欸林鄉妳真的很努力欸 妳真的是我的目標 進場維修孫生用過的都說讚 妳看到是覺得好笑又生氣 很無奈 就是他們真的是 我只要有關我的東西 下面一定會有這個留言 更勁爆的 以前的綽號叫做瑞希 瑞希的寫真呢或是外拍 就可以看到之前還沒整形的照片 覺得以前跟現在長相真的變化蠻大 很勵志 對我認識她的時候是長這樣子 就是兔寶寶牙很可愛 所以牙齒很重要 牙齒很重要 我這邊奉勸各位想要變漂亮 然後鎮壓是必備的 如果妳有多餘的錢 妳就是可以再做一些 something 我們在付錢嘛 對 所以就是要保持完美的身材 然後也要保持青春美麗 其實當女生真的很辛苦 我也會去啊 那個什麼埋線啊 露毒啊 瘦小臉啊 其實這些我們是沒有在避諱的啦 其實我真的不會覺得 我很討厭我以前的照片怎麼樣 就是因為以前的我也是我啊 我完全也沒有刪掉以前的照片在我的IG上面 以前的我也接受 現在我當然是 變得更好更有自信 我也更喜歡啊 下面反而是 有很多支持力的耶 本來也是沒鼻樑的人 但是戴牙套後 真的明顯鼻子會挺起來了 我朋友戴完牙套下巴也會變尖 我之前也有戴過牙套 我在高中的時候 有些時候就是因為公司關係 你不能就是大辣辣的宣傳一些有的沒的 欸我看到一個超北來的 希望學院量子課程 這完全關你什麼事情啊 他放你的照片幹嘛 他在問他自己的事情 然後只是後來附個圖說 噢林鄉好讚 所以其實林鄉的心態是很健康的耶 我只會生氣不是事實的東西 但你是一個很正的樣的人 那有沒有真的有一件事情 讓你很難過啊或是很沮喪啊 其實我覺得很沮喪都是可能大家會說 林鄉根本就是靠身材啊 嗯不用努力否定我的努力 我真的還蠻努力在做這件事情上面 很用心想要做到最好 就是能一直證明想辦法進修自己 然後想辦法證明自己 然後讓自己變得更好 讓他們就是發現你真的有在進步 有在進步 對 因為鄉是真的很認真好不好 大家都給鄉一點機會